开车千万别喝酒 又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在高雄 那么当时这辆黑色轿车呢 驾驶人疑似酒驾 他先撞到了一个小轿车跟机车 但他立刻肇事逃逸 一路逆向闯红灯 就在下一个路口时 他又撞飞了两名机车骑士 其中一名32岁的女骑士 他的小腿当场被撞断 经过送医急救之后 回天发水 路口监视器拍到 穿着黑上衣的灵性女骑士 违规停在斑马线上 正准备左转 没想到一辆黑色轿车 不但逆向闯红灯 还完全没有刹车 直接撞飞了女骑士 接着又失控冲撞到 前方的男骑士 回到车口现场 一片凌乱 散落满地的零件 原来这辆车头被撞凹的 黑色轿车在高雄市石泉路上 先是擦撞到小轿车 肇事逃逸 一路逆向闯红灯 就在行警自由路口时 撞飞两名机车骑士 撞到那个 我摩托车跟我后面的一台 那个白色的汽车 然后撞完之后 他就急速逃逸 其中一辆机车 车轮和硬轻都被撞飞 32岁的林姓女骑士 头部受到撞击 小腿更被直接撞断 紧急送医 夸张的是 肇事的65岁代姓驾驶 明知自己闯下大祸 竟然想要加速逃逸 没想到一直紧张 失控撞向前方路口的变电箱 整辆车才终于停下 撞击一部自小克 还有一部机车 然后逆向继续往西 现场有一部机车 因为闪避不及撞到 肇事驾驶连续追踪 多辆机车 造成自己及两名 无辜骑士受到轻重伤 久迟直高达0.52 而重伤的林姓女骑士 送医急救后 回天法术 昨天宣传 李俊叶 张希盈 SN小组 高雄报道